第36章 抄楼 房门外的暴月楼护卫已经昏迷了过去 范贤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房门口 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那个年仅14岁的兄弟 直到此时 房里的打手和少年们才醒过神来 有人不识的范贤身份 脸上现出紧张神色 那位右手受伤的少年 认出此人就是昨夜的陈公子 尖叫一声 带着几个人准备冲上前去 反思者根本来不及想什么 反手就将自己手上的茶壶狠狠地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脆响 冲得最快的 第一个经过范思哲身边的打手 头上挨了重重一记 闷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头上冒出了血 范思哲手中的茶壶也碎了 热气腾腾的茶水溅在他的手上 地板上 那人的身上不停地散着白气 他两眼惊恐地看着门口 抱着半片残壶 右手忍不住微微颤抖着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变调 哥 你怎么 来了 范贤没有回答他 房里的这些人却感到无比震惊 大老板怎么反手把自己的手下砸晕了 众人震惊地望着范思哲 只有年纪小小的 三黄紫面露天真疑惑之色 望着范贤 有些脑筋稍快一点的家伙 终于想起了那声称呼 并且从这声称呼里 知道了范贤的身份 报月楼之所以敢如此嚣张 靠得不正是这位大老板的兄长 监察院的范提斯吗 难道门口这位年轻人 就是自己的大靠山小范大人 范贤没有那么多当纪元大靠山的自觉 眼帘微微垂下 问道 回不回 范思哲不及思考自己 马上将要面临的下场 咬咬牙 胖胖的脸颊上坠肉微斗 半嗓憋出急低落一个字 回 他低着头 走到了范贤的身边 就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 范贤微微偏头看着弟弟 发现小家伙这两年长了不少个头 快要到自己的耳根了 在心底叹了口气 淡淡说道 第一 你做错了事情 第二 你不是个孩子 所以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 是 范思哲呻了一声 范贤里都不理他 只将寒冷的目光 扫过房中的十几个人 发现有几个是昨天夜里出现的权贵少年 只是当时逃走了 没有被自己空手打断骨头 他瞇了瞇眼睛 发现有几个人的脸 还有些印象 他的记忆力好 对方虽然没有这个本事 但既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只好卑微地上前行礼 见过大表哥 请大叔安 闲爷爷 愁眉苦脸的抱月楼大股东小股东们 很可怜地走到范贤面前行礼请安 听着这些人自曝家门 范贤心里的愤怒与自嘲 不停交织着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 查案子 果然最后 查出了自己的脸上 难怪桑文说 马车经常是从上书巷驶过来 眼前这些人说起来 和自己居然都有亲戚关系 不是范氏族中的人 就是柳氏国公府的关系 范思哲和三皇子 是这一脉里的领头人物 开这个妓院 自然这些人都逃不出关系 他摇摇头 火气满胸 恨不得将眼前这些 不知道打哪里跑出来的恶青猎妻 都扔到楼后的兽壶里去 片刻之后 他还是强压下心中怨气 单手拎着范思哲的衣领 像拎着一只小鸡一般 走出了抱月楼这间密室 就在兄弟二人异性阑珊的 要走出房门之时 三皇子才表现得 似乎刚回过神来 露出满脸甜甜的笑容 惊喜无比道 小范大人 哦 大表哥 范贤回头 望着这位年纪最小的皇子 面上浮出极温柔的微笑 三殿下 永远不要尝试 在我面前扮演人小鬼大 还有就是 我没有和你这种小屁孩 说话的兴趣 满座巨精 敢在公开场合 骂皇子为小屁孩的人 范贤肯定是庆国开国以来的第一个 众人震惊于范贤的大胆之外 更是有些纳闷 就算陛下在宠你 但你毕竟是魏臣子 怎么敢对皇子如此不恭敬 三皇子盯着范贤 小嘴唇气得直哆嗦 范贤笑得更甜 这小嘴抖得 唱戏不错 三皇子险些气昏了过去 但想到母亲说过 这位大表哥温柔微笑的时候 就是心里不痛快到了极点的时候 千万别去惹他 这才咬着小牙 没有接话 这时下午 暴月楼的客人并不多 而楼上的事情 早已经传了开来 很多人涌到了一楼 很有幸地观看到长兄训子的一幕 此时 所有知道 内情的人都知道 那位昨夜大闹暴月楼的陈公子 就是如今正当红的小范大人 自然没有人敢上前声势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内中各自坠坠 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打手与姑娘们 却忍不住窃窃私语着 眉眼间带着一丝兴奋 互相传播着刚刚收到的小道消息 难道被人像小鸡崽子一样 揪着的小胖子 就是自家楼里最神秘的大老板 怎么看模样 不像传说中的阴狠角色 那揪着大老板的漂亮年轻人 又是谁呢 范贤扬长而行 手下拎着暴月楼的大老板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余光却瞥见 角落里那位叫做炎儿的姑娘 那姑娘眸子里似乎有些担忧 她眉毛一挑 心中有所触动 知道这件事情闹腾大了 瞒不了京都百姓多久 只是她也并未存心隐瞒此事 心中另有打算 走出暴月楼的门口 安静的长街左右手 各有一辆马车 范贤乘坐的马车在西边 东边那辆马车上也没有标记 但是车帘微微掀开 柿子红尘露出那张满脸抱歉 早没了往日阳光的面容 向她打了个招呼 日头正往西边移着 昏艳艳的让人好不自在 透过秋天里 没了树叶的光芝 印在范贤的脸上 她似乎被阳光刺了一下 有些烦躁的眯了眯眼 腾字经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低声轻语道 老爷知道 少爷还有事情要谈 让我先把二少接回去 范贤没有回身 微微汗手 还会有些族里的人禁服 你让家中的护卫 都打起精神来 一个也别让他们溜出去 然后他看了一眼 面色发白的范思哲一眼 说道 谁要是再敢偷溜出去 直接把腿打断 话语虽轻 却让闻者不寒而栗 腾字经清楚地感受到了 大少爷此时心头的火气 不敢大意 宫颈应道 老爷发话了 这件事情 少爷您自己处理 今天必复 等您回去 范贤点了点头 便往世子红城所在的马车走去 范思哲在他身后 哭丧着脸喊了一声歌 却得不到回应 只好老老实实递上了马车 马车旁的双方 似乎不像是在进行某种谈判与议和 而是像在聊家常 范贤倾笑说道 这么急着接缘姑娘回流金河 红城苦笑了一声 没想到圆梦的事情 也瞒不过你 范贤应道 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这种事情想瞒过我 本来就是件男事 李红城微微往里面让了一下 请他上马车 范贤摇摇头 接着却瞧见宽敞的马车里 除了那位浑身丰润 微微低着头的袁大家之外 还坐着另外一位人物 那位高贵的人物 正半蹲在座椅之上 用一种温和而诚恳的目光 看着范贤 范贤瞳孔微缩 马上回复了正常 微笑着抱拳 行李道 见过二殿下 春天的时候 你我之间并没有这般身份 二皇子薄薄的双唇微动 清亮的眸子里 流露着一丝可惜神色 缓缓说道 怎么忽然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 范贤笑了起来 或许范某人有些不识抬举吧 二皇子漠然 片刻之后说道 此处不方便谈话 范大人可否一架详续 范贤收敛了笑容 摇了摇头 急着回家收拾那不成器的孩儿 没有时间 我只是路过而已 二皇子微笑望着范贤 说了一句 大家彼此都不会相信的话 抱月楼的案子查与不查 与他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范贤要查下去的话 终究还是范府自己损了脸面 丢了利益 如果不查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大家各自有一只手 在同一个碗里夹菜吃 饭是以后在官场上 总要对自己包容一些才是 虽然二皇子在眼看着 内裤有不保之余的今天 自然很在乎 这间青楼所带来的银钱 但与能否拉拢范贤比起来 银钱就只是小事了 范贤叹息说道 查案子查到自家头上 让二殿下看了场热闹 实在是好笑 二皇子也摇了摇头 叹息道 笑不出来 抱月楼的事情太复杂 我虽然没有插手 但也知道 除了老三那魂小子之外 至少有七成股市 在范思哲的手上 你们毕竟是亲兄弟 能不管的事情 还是放手吧 二人说话隐由所指 彼此心知肚明 他哪里有这么多钱 去当大老板 范贤摇头苦笑着 红义公家的两位孙子 也出了不少钱 二殿下似乎好心提醒道 红义公就是柳氏府上 范贤假意一政后 黯然道 看来这案子 还真只好不查了 二皇子知道不查案 就代表了范贤 愿意暂时和平的态度 心里微微一喜 脸上的笑容 显得格外真切 虽然大家身份地位不一样 但其实都是在京都里 捞生活的可怜人 你如今也是府上的要紧人物 总要为下面这些子侄们 做做主 范贤说道 不瞒殿下 我也不是一位 忠于律法的精纯铁力 他直直盯着 二皇子的眼睛 更何况 殿下将所有的细节 都算得这么清楚 哪里还有的我不让步呢 二皇子微微一领 他知道 范贤像不是一位 会示弱的人 果不其然 范贤面无表情地拍了拍双掌 只听得马车后方的报月楼里 顿时响起了一阵宣杂之声 人仰马翻之声 桌椅倒地之声 楼里姑娘们惊恐尖叫之声 李鸿成面色微变 不知道范贤究竟安排了 多少监察院一处的人手 放在了报月楼中 满脸担忧说道 安知 说句实话 你就算把这事制成铁案 也不可能伤到我们 何必折腾呢 鸿成倒真是个直接的人 范贤这般想着 见他依然拒人于千里之外 二皇子再有涵养 心头也渐渐凉了起来 盯着范贤的眼睛说道 不过是些小孩子们的事情 思哲和老三闲着没事 整这么个娄子玩耍一下 你不要太认真了 范贤知道这报月楼的买卖 曾经远远不够打击堂堂一位皇子 更何况面前这位面向俊秀的老二 从明面上 根本和这家妓院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从圆梦那里出发 顶多也只能牵涉到红尘 真要查下去 伤的只能是自己的手 思哲是我弟弟 该怎么管教 自然我会考虑 他回望着二皇子 只是您也要管一下自己的兄弟了 红尘终于忍不住摇头说道 安芝 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要误会 报月楼的买卖 确实是那两个小子在弄 圆梦过来帮忙 我是知道的 可是我与二殿下并没有插手 范贤摇了摇头 有时候 不插手 只是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很妙的一步棋 他似笑非笑地望着红尘 说道 而且 我根本不相信 范思哲有能力查到 圆梦与你的关系 抄楼还在继续着 报月楼里 依然是一片鸡飞狗跳之声 二皇子微微皱眉 心想 难道你范贤真的铁石心长如此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 何打击自己 竟是连亲弟弟 与族中众人的生死 都不管 范贤猜出他在想什么 带着一丝自嘲之色 望着二皇子说道 殿下算无一策 我是不敢查报月楼的 毕竟我不可能 亲手将思哲送进京都府去 只要双方能够保持目前的和平 那么范留两家 牵涉到报月楼里的人 就可以不用迎接京都府的压力 就连范贤自己 都觉得二皇子这一手玩得漂亮 要的价又不是很多 过了很久 范贤看着远方楼上 木分打得隐秘手势 知道 没有抄出来报月楼的账策 他本就没有这种奢望 范思哲这小混球的把柄 都是被眼前这位二皇子捏着的 那小子只知道当奸商 却不知道 奸商的屁股下面 总是会被那些官员们的双眼盯着 二皇子终于明白了他想做什么 微微一笑 心想 报月楼是范思折开的 这件事情 你怎么也洗不干净 范柳二族都陷在此事之中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只有和自己和平相处才成 报月楼会继续营业下去 范贤继续平静说道 殿下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二殿下微微汗手 表示同意 但内心深处 却生出了极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知道 范贤这种不好控制的人 一定不会被这么一间妓院 捆住了手脚 却不知道 对方接下来 会有什么样的手段 范贤画风一转 郑瑟说道 说来红尘这是做的不对 你自己 在外面棉花素柳 我不忍心告诉若鲁 指望你婚后能收敛些 可你怎么能明知道 思折做这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却不告诉我们 就算我当时初始不在京都 难道你就不能告诉若鲁 怎么说再过些天 你就是思折的姐夫 他望着世子沉痛说道 红尘 你实在是令我很失望 二皇子漠然 就算他再如何精明 也无法秀出范贤画里隐藏的阴风 就连李鸿成自己 也是内心有愧 全不知这位范世子 准备利用这件事情做些什么 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茶抄报月楼还在继续 二皇子星想你 既然答应了和解 为什么还要抄楼 有些担心被监察院的那些黑狗们 侦查到红尘与这娄子的关系 这我没说到 范大人 可以让你的手下停了吧 毕竟这是京都府的公务范畴 监察院干涉政务 这可是陛下严令禁止的事情 范贤微笑说道 殿下 我只是奉足命 来这妓院 锁回几个榴莲青楼的无用亲戚 当然 动用了一处的人手 算是公器私用 不过朝中官员经常喊蜀利帮忙搬家 我的这些下属只会打架 喊他们 来帮忙抓几个家里亲戚 想来也不算什么大事 二皇子气劫 范贤把字眼扣在亲戚上面 自己还真不好说些什么 马车之后的报月楼里 声音渐渐平息了 乔庄之后的监察院一处官员 从里面揪出了七八个人 那些人都是范留两家的亲戚 和报月楼的事情牵涉得极深 此时脸上一片颓败之色 而最后面有个满脸力很稚气的权贵少年 被打下台阶 浑身伤口 就是昨天夜里 想杀范贤的那个领头少年 范贤双眼一眯 望着那些满面惶恐的亲戚们 从牙齿缝里透着寒气说道 都给我好声送回府上 他转身对二皇子柔声说道 殿下放心 答应你的事情 我自然会做到 只是这些人 我是要定了 不方便用庆律查他 只好用家法收拾他们 二皇子心说 你再怎么动家法 也不可能遮掩住 范家 持着报月楼的股份这一事实 便不会与自己撕破脸 由你自己出气去 只是这位天皇贵胄看着那些被送上马车的范柳二氏族人 心头威力 不知道范贤会动用什么家法来收拾他们 范贤看着他的双眼 忽然开口说道 昨天夜里埋伏我的人 麻烦殿下带个话 以后在京都街上 别再让我瞧见了 嗯 就这样吧 第37章 兄弟 监察院一处既有分寸地处理了超楼一事 抓走的只是与范柳两家有关系的人 那些国公府上的小兔崽子们 一方面是被范贤奏回了家养伤 一方面也没有资格摄入太深 所以反而是一个没抓 牧师叔侄抓完人后 也没有向那辆马车旁边的范提斯回话 很自觉地压着那些青年人去了范府 监察院的人看见 范贤站在马车外 许久没有进去 那车上的人也没有下来 就知道 马车上一定是位地位比范贤更尊贵的人物 范贤自身乃是国妻 车中定然是皇亲 超楼没有什么成果 范贤想将范思者与报月楼有关的账策毁掉 毫无疑问 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他既然因为此事 被迫要与二殿下保持暂时的和平 那在查报月楼就成了很愚蠢的事情 监察院的人撤走了 京都府的人前脚接后脚地来维持治安 义音似乎回复了平常 范留两家依然拥有着报月楼多达七成的股份 继续做京都臭名尚未招著的昌疗黑手 而范提斯与二皇子在亲密地对话 似乎京都就要太平了 车中的二皇子看着范贤平静的面宠 心中难以自尽地生出一丝佩服 一丝赞赏 报月楼的事情足以令大多数人愤怒 而范贤却表现得如此平静 接受自己和平的建议 也是毫不拖泥带水 实在是一位善于判断局势 勇于做决断的强者 而每当他看着范贤那张脸上挂着的熟悉笑容时 内心深处更是有些不安与亲切 总觉得对方应该和自己是极相似的人 虽然对方是臣子 但依然有强烈的冲动 想与对方深切地交谈一番 红成 你先走吧 我与范大人有些私己话想聊聊 二皇子淡淡说着话 竟是毫不在意街上人群的眼光 湿湿然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范贤眉头微皱 有些意外于对方这个举动 刚才自己已经明明说了要回府 不想进行过深的交谈 但对方身为皇子之尊 亲自下车相邀 自己不说给他面子 也想听听他究竟想说什么 于是轻轻汗手 李红成略带一丝歉意看了他一眼 与马车一道 驶离了豹月楼这个是非之地 二皇子那双颈鞋踏上了街面 忍不住伸了个懒腰 在远处人群的窃窃私语之中 领着范贤走进了一间茶水铺 此时早有跟班将茶铺清了场 只有他与范贤两个人相断做 范贤端起碗来喝了一口 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头 抬眼看了二皇子一眼 二皇子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好这一口 每次去红成府上都会讨些酸姜子喝 接着温和说道 豹月楼的事情 想来范兄一定很恨我才对 范贤微微翘唇 我不是圣人 自然也是有情绪的 二皇子摇头说道 最初你家二弟与我三弟商议做生意 我已经知道了 还在暗中帮了一些 他看着范贤的脸 不过你不要误会 那时候朝中经中都以为你范家与我交好 我自然也不可能是 存着要写你的念头 只是想为双方寻找一些共同的利益所在 让彼此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谁知道 如今进成了下作手段 实在并非我所愿 范贤事前就已经判断出春天时修豹月楼时对方的想法 也并不怎么意外 只是听他自称手段下作 反而有些不知如何应对 微嘲笑着说道 殿下对于臣还真是青年有加 二皇子并不忌惮就这个话题延续下去 淡淡说道 我一直很看重你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很不明白 你为什么回京之后要针对我 范贤笑了笑 说道 殿下这话说得有些糊涂 范某只是魏臣子 针对殿下 对于我能有什么好处 二皇子盯着他的双眼 缓缓说道 我需要你告诉我 我知道 你不可能甘心做太子的一颗棋子 所以真的不明白 没有想到 这位皇子殿下 竟然也有如此开诚不公 光明正大相问之时 范贤略感一丝意外 旋即脸上浮出一丝清明笑容 轻声应道 殿下真的不明白 二皇子看着他的双眼 轻轻摇了摇头 范贤微微偏手 用指关节扣着木桌的桌面 忽然开口说道 牛兰街 二皇子默然 半赏之后说道 此事是我的不是 说完这话 他竟是站起身来 向着范贤深深地鞠了一躬 身为皇帝的亲生儿子 竟然向一位臣子行礼赔罪 范贤却没有露出 二皇子所期盼看到的那一幕神情 就像是一块玩世寒冰一般 安坐椅上 眯眼看了他一眼 轻声说道 殿下毕竟是殿下 臣子毕竟是臣子 事关性命的大事 殿下或许以为 你亲自开口道歉 便已经是给足了我交代 而我身为臣子 也应该感激涕零 大声国事之感 二皇子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压抑下胸中 已经有许多年 没有出现过的愤怒情绪 冰冷说道 那范大人 要如何才能修补 你我之间的关系 范贤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其实上一轮查案 你清楚是为什么 谁让我那丈母娘 老乔 我这女婿不顺眼 一会儿是刺客 一会儿是督察院地呢 而我明年要接掌内裤 少不得要和信仰方面起冲突 殿下 如果肯应称我一件事情 我不敢担保有所偏向 但至少以后在京中 我会让监察院 保持一个相对公允些的姿态 二皇子心头威灵 先前还在胸中萦绕的 那丝负面情绪 早就灰飞烟灭 这几个月里 自己的人和朝中的臣子 被监察院盯得死死的 包括青天间监政那些人 都到了大霉 让整个二皇子 一派头痛不已 他此时听范贤说 可以让监察院改变态度 哪里不会心动 他略意沉吟之后 身平右手 极柔和地说道 提斯大人请讲 这句话便用了官称 范贤望着他 一笑说道 殿下如果能和长公主保持距离 我许你一世平安 二皇子一正 断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提出 如此荒谬的一个建议来 还许自己一世平安 真是何其狂妄大胆之志 他终于忍不住满腔郁闷 韩生说道 范提斯这是耍弄我来着 两个长得其实并不相像 但身上气质与味道 却极为接近的年轻权贵 对猪而做 话不投机 范贤望着他说道 殿下有猪斑不解 范某也有猪斑不解 这龙椅莫非就真的有这么好做 平安岂不是难得之福 殿下向来喜好文学 舒贵妃亦是血一般的清明人物 怎么却看不穿这其中的关节 纵使此时茶谱内尽无一人 这番对话不予被旁人听去 但骤一诈文范 贤竟是赤裸裸地 道出自己的想法 二皇子的心脏 还是不争气地颤抖了一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就像自己在想夺皇位 但对着太子依然是恭敬无比 谁知道面前这人 竟是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 直到今日 二皇子才真正清楚 范贤这人的胆子 究竟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也越发地不清楚 他到底凭视着什么 二皇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这道幽暗的光芒 却被范贤的一席话 触动了今年之痛 终于渐渐燃烧了起来 盯着范贤的脸 压低声音冷冷说道 谁都知道 容易不好做 但我身在天子之家 身不由己 这把椅子 我想抢的抢 不想抢 还是得抢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 我宁肯 去太学里天天修书 也不愿意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来 范贤微眯着双眼 难道有人逼你不成 也许是被范贤的大胆 激起了一丝血性 二皇子冷笑道 当然有人逼 从我十二岁那年起 就说我贤得兼备 将来做个亲王委屈了 十三岁的时候 就封我为王 十四岁的时候 就在宫外修了宅子 表面上是将我赶出宫去 实际上却给我自由地 交纳群臣的机会 十五岁的时候 就让我入御书房 旁听朝政之事 你知道吗 在我之前 永远是只有太子 才有这样的机会 二皇子那张清秀的面容 渐渐扭曲了起来 我不想争 但这些事情 一件一件地出来 我能如何 难道东宫会认为 我并无夺敌之念 太子当时年轻 看着我的眼神 却是那般的怨毒 我们是亲兄弟啊 他不过十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想杀我了 就算我能说服太子 那皇后呢 他难道肯放过我 范贤漠然无语 听着二皇子大发癫狂 是他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二皇子的眼眸 像冰中封着的寒火一般 令人不寒而栗 我要保护自己的母亲 我要保护自己的性命 怎么办 既然他想让我争 那我就争给他看看 范贤微微低着头 知道能有力量 逼着一位皇子 走上夺敌之路的 其实只有皇帝自己罢了 他微微一笑说道 可是你想过没有 或许他只是用你来 当一块石头 一块用来逼迫 太子成熟的磨刀石而已 早就清楚了 二皇子冷冷一副袖子 同是天之骄子 谁会甘心做一块 将来避碎的磨刀石 所以我要争下去 万一将来真的争赢了 能看到他后悔的样子 我会比坐上那把椅子更开心 范贤笑了笑 说道 何必将怨恨发泄到 这种事情上来 大殿下已经封了亲王 可是看他好像 就比二殿下要清楚许多 如果有人想推你下河 与人比赛游泳 你最好的反抗 是拼死不下河 大不了回身 和身后男人打一架 而不是下河 去把那个 与你比赛的对手掐死 二皇子此时终于冷静了些 满脸震惊地看着范贤 你这话寂静造反了 范贤无所谓地摇摇头 殿下今天说的大逆不道之事 也不比我少 二皇子的眉毛 忽然急速跳动了两下 看着范贤 半晌之后忽然说道 帮我 范贤 范贤冷静 乃至有些冷漠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 二皇子幽声说道 将来你总是需要选择一个人的 范贤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想着 面前这人从血缘关系上讲 应该是自己的哥哥吧 自己和一般的臣子不同 自己根本不想做出选择 只是稍微有些心惊于 那位沁国陛下 铁血无情的教育方式 见声凝聚 看着二皇子诚恳的目光 范贤终于开口说道 不要和信仰方面走得太近 那个女人 是一个极有才干的疯子 我都不清楚 她到底在想什么 二皇子回复了平静 微微一笑 坐了下来 范贤在心里叹了口气 知道对方虽然心动于自己的力量 但依然更信任长公主的实力 不过这样一来也好 至少以后自己 在对父面前 这位二殿下的时候 心肠会硬一些 我依然不想与你为敌 二皇子正色说道 范贤沉默片刻之后 忽然抬起头来说道 就算不发生抱月楼这件事情 我也会将你打落尘埃 二皇子眸子中 闪过一丝细血之色 似乎是觉得 范贤的自大 有些过了边界 范贤根本不理会他的眼神 但但说道 或许 这是能让你 和红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吧 二皇子 听出对方语气里的怜悯与鄙 大怒豁然起身 冷冷地盯着范贤的双眼 范贤微潮说道 殿下 永远不要以为 自己能够控制一切 包括抱月楼的事情 茶铺里气氛急剧地降温 自扑外缓缓走来八个人 八个穿着一模一样 却看不清 年纪究竟有多大的人 每一个人身上 都带着一股身孕体内的杀气 有人像是一把刀 有人像是一把剑 有人像是一柄开山的巨斧 一往无前 范贤知道 二皇子不可能选择在闹市中 狙杀自己 微眯着眼 八个人轻声说道 甘 柳 谢 范四大将军 和 张 徐 曹四大君子 传说中 二殿下手中的八家将 原来生的就是这副模样 二皇子看着他说道 范贤 我看重你 但并不代表我必须需要你 所以不要自视过高 范贤站起身来 笑着挥挥手 说道 我手下那个起年小组 可打不过殿下手下这八个人 就不喊出来现眼了 不过有句老实话还是得说 殿下 手下再多死事 对于大事 是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 不然陈平平早就当皇帝去了 哈哈大笑中 他丢下最后一句叛逆无道的话 潇潇洒洒地离开了茶水铺 出铺之时 他看似意态势然地 穿过那八名二皇子最得力的家将 只是在干谢二将之前 微微耸了耸肩 在徐曹二军前挥了挥手 一道淡淡的气息 与八人体内域而未发的杀气 一处急分 便瞬即沿着茶铺的木柱往上发散 与铺外秋日下午的阳光混在了一处 再也寻不到一丝踪迹 范贤走了之后片刻 二皇子称何于拙 微微皱眉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会忽然在范贤面前失了态 说出了许多一直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事情 他深吸了一口气 清秀的面容上闪过一丝肃然 韩生说道 如果将来有一天 需要杀了他 你们需要几个人 谢彼安缓缓将那丙翘中间 收回自己白色的衣袖中 木然道 属下一人足矣 范吾就一张黑脸 微微摇头道 八将其出 还不见得留得下这位小范大人 二皇子略意失神 心想连八家将都各执一词 这个范贤 还真是个看不透的角色 但他玄机想到 经由抱月楼一事 对方至少在短时间内 不会对自己出手 便摇摇头不再多想 坐在马车上的范贤 小心翼翼地用清水 洗去了指尖残存的淡淡迷香 有些失望于这番谈话 虽然冒了大险 又出了二殿下的些许心声 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对于他与长公主的安排 还是没有了解 看来这位二殿下 果然是位心智沉纹里 透着书生意气的人物 不过自己 又不是知心大姐 知道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用处 马车到了范府 他从马车上一跃而下 很冷静地穿过脚门 快步走到后园 对于路上那些满脸莫名 所以的范柳二族成员 视而不见 直接来到了书房 用稳定的双手推开房门 然后一脚踹了出去 书房里一声惨叫 在何家大小惊恐的眼光之中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范思哲 被这一脚踹成了一个圆球 狠狠砸在了太师椅上 将椅子砸成竖节 第38章 家法 范府现在分成前后两宅 庭院豪奢 家宅扩大 光书房就有三个 响起一声惨叫的书房 在正西边 靠着园子 是三间书房里 防备最松 也是下人们最能亲近的一间 皱纹的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响起 园中众人悚然一惊 范思哲一声惨叫之后 书房里立马响起两声女子的尖叫 范若若与林沃花容失色 上前死死拉着范贤的胳膊 生怕自己的相拱 哥哥 一时活起 将范思哲再踹上两脚 活活踹死了 在这两位女子的眼中 范贤一直是个温文尔雅 成熟稳重的年轻男子 纵使也有不愉悦的时候 但从来没有表露出 如此暴力的一面 今日看着范贤脸上的重重寒霜 二女心里不由打了个战 不知道范思哲究竟做了什么 让她如此生气 却还是死死 拉着范贤的胳膊 不让她上前 范思哲被藤子经领着老爷命 揪回了范府后 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 好不容易才去了个空 千起万求路过书房的思思姑娘 偷偷给嫂子姐姐递了个口信 请她们速速过来 范若若与林沃儿姑嫂二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进书房后 听着范思哲连呼救命 还打去了几句 这时候 看见范贤那踹心窝的狠命一脚 才知道 事情肯定闹得挺大 两张小脸都白了 略带一丝畏惧地 看着范贤那张生气的脸 放手 范贤嘴里说出来的话 就像是被三九天的 冰沁了一整夜般 冷嗖嗖地带着寒风 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谁也别再拦我 我不会把他打死的 范思折服在地上装死 偷偷用余光瞥了一眼 发现哥哥表情平静 又说 不会将自己打死 心里略松了一口气 不料范贤接着寒寒说道 我要把他给打残了 说话间 从两位姑娘死死攥着 自己的胳膊里 轻松抽了出来 气急之间 来不及找家法 直接抓住书桌上的茶碗 劈头盖脸地就制了过去 砰的一声脆响 乘着热茶的茶碗 不偏不倚 就砸在地上范思折的脑袋旁边 热茶四溅 碎瓷四溅 范思折哀忧一声 被烫得一痛 脸上又被刮出几道血痕子来 再也不敢躺在地上装死 一跃而起 哭嚎着便往林瓦身后躲 一面哭 一面嚎道 嫂子 哥哥要杀我 救命啊 林瓦看着小叔子一脸血水 唬了一跳 赶紧将他护在身后 将满脸怒容的范贤拦在身前 急促说道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不成 范贤看见躲在瓦身后 范思折那狼狈模样 却没有丝毫心软 想着他干出来的那些龌龊事情 反而是怒火更盛 指着他骂道 你问问他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 范思折正准备开口辩解 却是胸口一甜 险些吐出口血来 知道哥哥刚才那脚踹得重 一时间吓得半死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这么死了 惊恐之余 大声勇气 跳江起来 尖声哭嚎道 不就是开了个娄子 用得着要生要死的吗 嫂子 我可活不成了 一声气若油丝的惨叫之后 范思折就是一歪 就往地上躺了下去 真真把瓦和弱弱两个姑娘吓了一跳 赶紧蹲了下来 又是揉胸口 又是掐人中的 这时候 范贤已经将今日之气 稍许反泄出了少许 看着这小子装死 气急反笑 再一看书房之门大开 园中 有些下人 远远可以看着这里 反手将书房门关上 面无表情说道 这一脚踹不死你 给我爬起来 范思折见他全是下狠手的模样 哪里敢爬起来 只扶在地下 躲在嫂子与姐姐身后 盼着能拖到母亲赶过来 范贤这时候 已经坐到了书桌之后 面无表情 心里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若若小心翼翼地 递了碗茶过去 轻声问道 什么篓子 范贤缓缓绰碗中清茶 闭目少许后 韩生说道 清楼 婉儿和若若又是一惊 两位姑娘家 今天受的惊吓 可真是不少 不过相较于范贤的 那一脚踹心窝 范思折开清楼 虽然显得有些荒诞 却并不怎么令他们太过在意 这惊中权贵子弟 大多都有些暗底里的生意 皮肉生意 虽然不怎么光彩 范思折的年纪 似乎也是小了些 但 至于下这么重的手 生这么大的气吗 范贤冷笑一声 从怀里掏出监察院一处 在一夜半日之内 查出的暴月楼暗踪 扔给了妹妹 范若若满脸疑惑地接了过来 低头看着 暗踪并不很长 上面暴月楼的斑斑劣迹 却是清清楚楚 证据确凿 无从解释 不过一会儿 功夫就看完了 先前一阵乱 让她的头发有些凌乱 几落青丝搭下额头 恰好遮住了她的面容与眼眸 看不清楚她的反应与表情 但是渐渐地 弱弱的呼吸沉重了起来 明显地带着一丝悲哀的愤怒 下唇往嘴里陷入 看来是正在咬着牙 林瓦尔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也很想知道 暗踪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 想走到小姑子旁边一同仓看 又怕范贤趁着自己不在 真走上前来 将范思哲活活打死了 所以不敢挪动 范若若缓缓抬起头来 面色宁静 但往日里 眉宇间的冰霜之色 显得尤为沉重 一双平静的毛子里 开始跳跃着怒火 她望着躲在嫂子身后 装死的范思哲 咬牙一字一句说道 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 问话的口气很平静 但平泊之下的暗流 却让房中树人都感到有些不安 范思哲自小被姐姐带大 相较之下 更怕这位看似柔弱的姐姐些 也与弱弱更为亲近些 下意识里缓缓坐了起来 颤抖着声音 无比惊恐地解释道 姐 什么事情啊 范弱弱面上一阵悲哀与失望 心想 弟弟怎么变成这种人了 毛子里已经开始泛起泪花 将牙一咬 将手上的暗宗扔了过去 正好砸在范思哲的脸上 伤心赤道 你自己看去 范思哲看着安坐如素的哥哥一眼 又看了嫂子一眼 捡起暗宗看了下去 越看面色越是难看 原来暴月楼做的事情 哥哥都知道了 便在此时 范贤眯着眼睛 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范思哲尖尖叫一声 嚎叫着跳了起来 拼命地摆手 吓得半死口齿不清解释道 哥 这些事情不是我干的 你不要再打了 范贤眯着眼睛 看着自己的弟弟 冷冷说道 杀人放火 逼良为娼 如果这些事情是你亲手做的 我刚才那一脚 就把你踹死了 但您是谁啊 您是暴月楼的大东家 这些事情没您点头 那些国公家的小王八犊子 敢做吗 范思哲颤抖着声音 说道 有些事情 都是老三做的 和我没关系 范思哲呀 范思哲 范贤冷笑道 当初若若说你思虑如猪 还真是没有说错 你以为这样 就能洗得干净自己 我还是真小瞧了您了 居然也儼然成了 惊中小霸王的大头目 你好有能耐啊 你好有能耐啊 范思哲心越来越良 他年纪虽然不大 但心思却是玲珑得很 直到哥哥是听不进 自己的辩解了 愈发觉着冤枉 哭丧着脸嚎叫道 真不管我事啊 便在这单 他又看见了一个 令自己魂飞胆跳的画面 范若若一脸平静地 从书桌下 取出了一根 长不过一臂的棒子 递给了范贤 范贤第一次来京都的时候 范若若便曾经用戒齿 打过范思哲的手心 戒齿便是范家的小家法 那大家法又是什么呢 是一根棒子 是一根上面 缠着粗麻吉的棒子 是一根打下去 就会让受刑者 劈开肉绽的恐怖棒子 在整个范府之中 有幸尝过大家法的 只有一个人 那人曾经是 斯南伯最得宠的亲随 仗着范府的势力 与范贤的恩倦 在户部里搞三搞四 结果惨被范贤一棒来打倒 如今还在城外的田庄里 苟延惨喘 只是腿早已断了 凄苦不堪 范思哲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 曾经看见过那人的惨状 此事一见 范贤正在掂量着那根大家法 顿时吓成了傻子 张大了嘴 说不出什么话来 范贤走了出来 对着妻子和若若冷冷说道 这件事情 我有责任 你们两个也逃不开干系 婉儿默然推到一边 与若若并肩站着 范思哲看着那根棒子 离自己越来越近 魂飞胆丧之下 竟是激发了骨子里的狠劲 一跳而起 指着范贤的脸痛骂道 嫂子姐姐 你们甭听她的 哥 不 范贤 你也别做出一副圣人模样 我就开妓院怎么了 我就欺男霸女怎么了 这金兜里 谁家不是这么干的 凭什么偏偏要打我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只不过 你现在和二皇子不对路 我刚好牵了进去 让你被人要挟了 你失了面子 失了李子 怎么 就要拿我出气 要把我活活打死 范思哲大声哭嚎道 有种你就把我打死了 你算什么哥哥 我当初做生意的时候 哪里知道 你会和二皇子闹翻 这关我什么事 你又没有告诉过我 有本事你就去 把老三打一顿 只会欺负我这个 没爹青没娘疼的人 算什么本事 你不是监察院的提思吗 去抓京都府尹去 去宫里打老三去 去啊 去啊 啪的一声轻响 他的脸上 已经挨了一记 并不怎么响亮的耳光 顿时醒了过来 傻乎乎地看着 越来越近的范贤 范贤听着这番混账话后 气得不善 面上虽然没有显露什么 但乐角的青睛 已经开始一线意义 重生以来近二十年 像今天这么生气的 倒还是头一遭 最关键的就是 他是真心把范思哲 当兄弟看待 谁知道对方 竟会做出这等事情来 还会说得如此振振有词 你给我闭嘴 他终于忍不住痛骂道 你要做生意 我有你做去 你要不为非做胆 旁人怎么敢来要挟我 就算要挟 我是那种能被要挟的人吗 我今天要惩挚你 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就是因为你该打 这件事情和宫里的老二无关 和老三无关 范思哲你要清楚了 这就是你的事情 范贤又是伤心 又是愤怒 小小年纪 形势就如此狠辣 我不惩挚你 谁知道你会为父亲 惹上什么祸事 我是对你有期许的 所以根本不允许 你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老二老三算什么 我气得就是你 我恨得也是你 他们不是我兄弟 你是我兄弟 他盯着弟弟的双眼 含义十足说道 我查得清楚 幸亏你没有亲手 摄入到那些事情里面 还算可以挽救 既然你把路走歪了 我就用棍子帮你纠正过来 话音一落 棍棒落 大家法之下 范思哲骨腿之间 酷破肉裂 鲜血横溢 终于发出了一声 痛彻心扉的嚎叫声 声音迅即传遍了 整个范氏大宅 经着园中的下人丫鬟 镇着藤子精 与邓紫月一干下属 吓坏了那些在园中 后面的范柳两家子弟 自然也让有些人 感到无比的心疼难受 范家二少爷的惨叫声 不停回荡在宅中园中 那骨子凄利劲 实在是令人不人耳闻 先前还伴着 范思哲发狠的硬抗之声 后来便变成了 哭嚎着的求饶之声 又变成七楚的 换人救命之声 最后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微弱的哭嚎声里 渐渐能听着14岁少年 不停叫着妈妈 老爷 哲儿真的要被打死了 满面泪痕的柳氏 跪在范尚书的面前 抱着他的双腿 你去说说吧 让范嫌停了 这也教训得够了 如果真打死了怎么办 第39章 老范与小范 面目交好的柳氏 一向刻意在范府中 运着那份孩儿不露的贵气 但今日他在 顾不得容颜气质之类 面色苍白 翠桥不堪 抱着老爷的双腿 私生哭泣道 老爷 您倒是说说话 侄儿年纪还小 可经不住这么毒打的 范尚书看着身前的女子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柳氏在范剑的原配死之后 就跟了他 当年 范剑虽以寿风丝难搏 但圣卷在暗处 依然不显山露水 对方身为国公的孙女 却嫁给他这个范族旁之作小 不知道惊杀了多少金兜人 婚后 柳氏对他小意伺候着 体贴关怀着 硬生生 将他从流金河上拉了回来 所以 不论从哪个方面讲 他对于柳氏 都是有一份情 有一份歉疚的 更何况这时候 在那间书房里挨打的 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范尚书年纪也不小了 哪里会不心疼 但不管他心里是如何在想 他的面部表情 却保持得极好 摇头训赤道 欲不拙不成气 子不教父之过 慈母多伴 便在此时 远处书房里 又传来了一声惨呼 隐约听得清楚 是范思哲再痛的喊骂 范剑的眉头稍一挑动 心头微微抽搐 本来就已经有些 颠三倒四的劝诫之语 再也说不下去了 柳氏见老爷一直沉默 带着泪水的眼中 坚毅之色流露了出来 将微乱的裙摆一整 便准备反身离开书房 回来 范剑低声赤道 范贤做大哥的 教训四折理所应当 你这时候跑了过去 让那孩子怎么想 孩子怎么想 柳氏凄苦地回过身来 双眼泪汪汪的 老爷 您就想着范贤怎么想 却不想我怎么想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 难道您忍心看着他 被活活打死 他一咬下唇 私生哭道 不错 我当年是做过错事 可是他从丹州来后 我处处忍让 小意谨慎 生怕他不快活 依您的意思 我四处打点着金钟贵妻 就怕拖了大少爷的后腿 怎么说 他如今在金钟的地位 也有我的一分力 当然 我这个做母亲的 做这些事情理所当然 也不会去他面前邀功 可如今这是怎么了 他怎么就忍心下 这么重的手 如果他是记着当年的事情 大不了我把这条命还给他好了 别动我单 我单 饭间看着柳氏 抽抽气气的模样 一股火气升上胸膛 知道 这是什么模样 范贤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 他既然将那件事情丢开了 就不会再重新捡起来 他虽然年轻 但是是有心胸的 思辙这件事情 本来就做得太过 如果不给些教训 将来真把整个家门拖着赔了葬 难道你才甘心 柳氏本就不是位普通妇人 今日知道报月楼被抄的事情 不过一转念便知道了 这背后有着范家大少 与二皇子之间的绝力影子 举手拈袖占了眼角泪痕 哭着说道 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把柄被二殿下抓着了 范贤才这么生气 这妇人与他儿子 对于范贤动怒的判断 倒是极为一致 范贤将脸一沉 说道 不是大事 刚才后宅书房送过来的东西 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四者年纪小小 居然如此胆大心狠 虽然不是他自己动手 但是与他自己动手 又有什么分别 难道非要你那成妻儿子 亲手杀人 才算大事 柳氏忍不住为儿子开解道 经中这种事情少了吗 谁家谁户没出些子事 没等他说完 范贤已经是拦住了他的话 冷冷说道 这件事情不要继续说了 柳氏很听话地住了嘴 但是眼角的泪很沾去了 眼眶里的泪花还在泛着 远处那间书房里的呼痛 惨嚎之声渐渐低了下来 反而让他这个做母亲的 更敢害怕惊恐 折是绝了过去 还是怎么了 范贤看着他的模样 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 再联想到自己昨夜 与范贤商定的事情 心头微微一暗 其实这几个月里 范思哲在精中整的生意 他不是一点风声没有收到 只是不怎么在意 总觉得小孩子家家的 能整出多大动静来 魂没料到 连自己这个做父亲的 似乎也低估了范思哲的 能力与手段 让范贤管吧 范贤和声安慰柳氏道 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他越不必闲得狠狠管 就说明他是真将思哲 当做自己的骨肉兄弟 范贤那孩子 就算对着敌人 都能微微笑 之所以今日如此强横 还不是因为 他惯常腾着思哲 如果不是亲近的人 他一刀杀也就杀了 怎么会动这么大的怒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应该安心了 说句老实话 咱们这家 将来究竟能倚靠谁 你也是清楚的 柳氏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范府如今声势太盛 已成其虎 只能上不能下 而范贤毕竟年岁大了 不说离开这个世界 但也总有告老辞官的那一天 日后不论是他还是思哲 究竟有何造化 这整座府地能不能保一世平安 还不就是看府中大少爷 能在这个国家里 折腾成什么模样 但打在而身 痛在母心 无论如何 柳氏对于今日的范贤 总会生出些许怨恨之意 范贤摇了摇头 示意他跟着自己出了书房 往后宅园子旁边的 那间书房走去 柳氏大喜 急忙跟在了后面 连身后几个拿着热毛巾的大丫鬟 也顾不得管教 摆着手让他们退下 七拐八拐 下人们眼睁睁看着老爷夫人 难得在府中走得如此之快 不免略感诧异 但联想到 先前后宅子里传来的杀猪声 顿时恍然大悟 心中又开始不安起来 心想大少爷如此痛打二少爷 这老爷夫人赶了过去 怕不是要闹僵起来吧 范府这几年 一直顺风顺水 连带着家风 都极为严肃认真活泼 下人们极有归属感 实在是很不愿意 宅子里会发生什么事 柳氏迈着碎步 一脸黄疾地往园子里走 恨不得插双翅膀飞过去 但是看着自家老爷 一如平常般冷静宽厚的后背 总是不敢抢先 将将到了前宅与后宅交通的园门口 便听着园内又是一声 惨嚎响了起来 无数的板子落在皮肉之上的声音 噼噼啪啪地响着 声声惊心 柳氏此时心神早乱 咒闻此声 也根本没听明白 是不是自己宝贝儿子在嚎 胸口一股 被玉器往上堵着 竟是哀鸣一声 昏了过去 幸亏身后的大丫鬟们 没敢因为她的赤退而离开 狠手规矩地跟在后面 这才扶住了颤颤遇到的夫人 三间书房里最安静的那间 在临着假山旁的僻静处 是范贤在家中办理愿务的地点 一向严禁向人靠近 此时 书房里却有三个人坐在里面 坐在说案后的 竟赫然是那位 刚刚赴四处上任的小颜大人 颜冰云 而坐在他下手的 是范贤的门声石产力 与一处主布木铁 除却在园子里面 尖刑的藤子金和邓紫月 这三个人 便是范贤的心腹了 而言 冰云的地位 自然是最特殊的那位 他与范贤有上下之分 又有淡淡朋友之意 此时皱眉听着园子里 噼噼啪啪的板子声 忍不住摇了摇头说道 该送到京都府去办的事 怎么就放在家里行了家法 与庆律不合 与庆律不合 三人之中 只有他才敢对范贤的决定 表示质疑 石产力笑了笑 对这位小颜大人解释道 这事儿暂时还不能闹大 真送到京都府去了 查出二少爷和宫里那位 大家就没有转环的余地 提斯大人也只好和二皇子 撕破脸皮打一仗 但不论打赢打输 范家二少爷 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一经都府能抓着的证据 不说判他个斩监后 至少也要留到南方三千里 木铁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不敢硬话 毕竟抱月楼的事情 是他暗中点醒范提斯 等于说范家二少如今的下场 是他一手造成 虽然范提斯对于自己的表现 十分满意 但谁知道 范家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呢 严冰云又摇了摇头 明显对于范贤用家法 替代国法的手段不赞同 但也知道 目前只能这么样做 忍不住微微讥讽说道 家法狠狠打上一通 日后就算抱月楼的案子发了 他在宫里 对着陛下也有了说辞 至少二殿下 想穷究范府御下不言 纵地行凶的罪名 那是没可能啊 石产立文言一愣 心知肚明 范贤将这顿板子打得和府皆知 目的就是为了传出去 事先赌一赌那些阎官们的嘴 只是 范思折范的是刑案 这么解决 肯定是不行的 严冰云笑着看了他一眼 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说道 你就不要瞎担心了 你那位门士早有安排 石产立心想 这件事情和四处没什么关系 大人喊你来 一定就是 有什么安排 只是也不方便继续去问 木铁走到窗子旁边 隔着假山 远远看着园子里的板起屯栈 肉开血剑 哀嚎连连 纵使他是监察院的官员 也不免有些心设于范贤的心硬手狠 看着那些在板子之下 痛苦万分的范留两家子弟 忍不住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石产立又开始在书案上 忙碌地抄写着一些 马上要用的文书 柳氏醒了过来 正准备去找范贤拼命 一揉眼睛 才发现 园子里正在打的 都是自家的那些纹固亲戚 虽然那板子下的极狠 血花剑的极高 小子们叫痛的声音 极惨 但只要不是自己的亲生咋吃苦 柳氏是一点意见也没有 重新回复了范氏夫人的高贵与端庄 冷冷地看了场间一眼 在夫人的心里 自己的儿子范思哲 小打小闹是会的 但在京都 摩外道的引诱 场间这些娘家的子侄 范氏的族人 自然就是罪魁祸首 他越看越是生气 听也不听娘家的亲戚 向他求救的呼喊 将牙一咬 对藤子精 那干家中护法喝道 大少爷让你们打 就给我使劲些 不治好这些小兔崽子 怎么出得了这口恶气 说话间 夫妇二人进了书房 一看见房角处趴在长凳上 下身赤裸着的范思哲 柳氏顿时乱了方寸 扑了上去 心疼地看着儿子背后臀上的倒倒血痕 忍不住低声哭了出来 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那一道道 肿成青红不堪模样的棍痕 我的二阿 一只手伸了过来 上面拿着一张手帕 为他失去面上泪痕 柳氏一看 竟是范贤 他咬着牙 没有露出怨恨的神色 却依然止不住有些忧怨 范贤已经回复了冷静 一通毒打之后 气出得差不多了 安慰说道 没事 您让一让 我给弟弟上药 柳氏万分不舍地退到一边 看着范贤将要抹到范思哲的身上 这时候 范思哲已经被整治得上气不接下气 奄奄一息 时刻可能昏厥过去 范贤往旁边一看 自己的儿媳妇和女儿 都在角落里老老实实地站着 我儿的眼里满是惊恐的痕迹 想来先前这顿打确实骇人 而弱弱的眼中 却带着泪痕 不是心痛弟弟体肤之苦 而是悲于弟弟不成才 他摇了摇头 咳了一声 先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才和声对范贤问道 安排得怎么样了 依您的意思 思哲今天晚上就走 范贤恭敬说道 已经安排好了 第四十章 流放 父子二人这番对话 旁若无人地进行着 旁边的三位女人已经听傻了 难道把范思哲打成这种惨状还不足够 还要把她流放出京 老爷 您说什么 柳氏睁着惊恐的双眼 无助地望着老爷 而趴在长凳之上 半昏迷的范思哲 已经是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也不知道重伤之下的她 哪里还有这么强的精神 看来这流放出京 对于京都所有的权贵公子哥来说 都实在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 只见范思哲一掘屁股 抱着自己母亲的双腿 一挤双眼 几滴眼泪珠子滚滚而落 与夹上马点针灰 一张大嘴 却是来不及哀嚎俱什么 便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 击打得忽然失了声音 焦急地张着嘴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少年狼眼泪哗哗的 拼命地摇着头 又说不话来 身后全是血痕 看着只有那么可怜了 老爷 柳氏终于忍不住了 用怨恨的目光弯了范贤一眼 像被砍断了的木桩子一样 跪在了范贱的身前 哭泣着求情道 不能啊 不能啊 他可是您的宝贝儿子 您就忍心看着他被赶出家门 您就忍心看着他漂泊异国他乡 身边没个亲人父母 他急着去拉范弱弱的手 若若快 向你爹求求情 别把侄儿赶出家门 柳氏心想 借抱月楼的事情 将范思哲赶出门去 一定是范贤在背后说了闲话 昨天夜里 这父子二人就说了半晌 所以 他赶紧将若若拉进了战局 心想若若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毕竟 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而且素来疼爱思哲 众所周知 范贤又是最疼这个妹妹的 范若若也没有料到 弟弟竟要受如此重的惩罚 被柳氏一拉 顺势就跪了下去 颤生说道 父亲 弟弟受了教训 以后一定不敢了 您就饶了他这一遭吧 婉儿一人在旁边站着 心里微慌 也赶紧去跪了下来 范贤一直保持着平静 直到媳妇 这个身份 特殊之人也下跪 这才赶紧扶了起来 对柳氏皱眉说道 思哲是一定要走的 而且你也莫要怨范贤 这是我的意思 柳氏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心想这是为什么 但他清楚 范贤是一个面向重症温和 实则颇有大将之风 砍杀之气的男子 不然当初 自己也不会一见倾心 非他莫嫁 既然这是他的主意 那是断断然不会再改了 他是个心机精明无敌的妇人 将唇半一咬 竟是回身款款对范贤败了下去 缠若求情道 大少爷 您就说句话 劝劝老爷吧 在这道 能够让范贤收回流 放范私折一死的 也只有范贤一人了 范贤哪里好受他这一礼 赶紧避开 苦笑着看了父亲一眼 征询他的意思 范贤冷冷地摇了摇头 他惊人闹得罪过 如果被阎官揍上朝廷 也是个流放三千里的刑 我将他赶出京都 总比朝廷动手要好些 柳氏哪里肯信这话 以范府如今的权势圣券 莫说开个妓院杀几个妓女 就算再横行无道 肆意妄为 只要不是谋逆之罪 范贤犯贤爷俩 也有本事压了下去 他忍不住哭泣说道 老爷 您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思哲 他才十四岁啊 不狠心 才会闹成现在这副模样 范贤冷笑自嘲道 十四岁 他立声喝道 你不要忘了 范贤十二岁的时候 就已经被逼着要杀人了 此话一出 满是俱进 不知道此事的灵婉 与范若若 吃惊地望着范贤 而一直被这件事情 捆住心智的柳氏 悚然一惊之后 绝望地低下了头 范贤尴尬地笑了笑 知道此时自己 实在是不方便在说什么 小心翼翼地 将遍体鳞伤的范思哲抱了起来 退到了角落里 然后吩咐妻子与妹妹 将弟弟抬入内室 好声将吸着 范贤 你待会儿过来一趟 范贤看了柳氏一眼 往书房外走了过去 书房里就只剩下柳氏 与范贤二人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 片刻后 柳氏才睁着有些失神的双眼 说道 真的要赶出京都 范贤在心底叹了口气 走进他的身边 压低声音安慰道 您放心 父亲的意思 只是让思哲暂时远离京都这趟浑水 在外面多魔力魔力 还没说完 柳氏忽然开口问道 要走多远 很远 范贤看着有些失神的柳氏 心说 这样一位精明的妇人 今日心疼儿子 顿时乱了方寸 一时间竟有些羡慕范思哲 那个小胖子 有些思念某个人 究竟多远 柳氏兼声问道 范贤这时候 自然不会在意他的态度 和声说道 父亲昨夜定的 我本想劝他 将思哲送往丹州躲一躲 但父亲担心 祖母心疼小孙子 下不得手 所以改成了北齐 北齐 柳氏心下烧安 北齐虽然遥远 但不是朝廷流放的那些南蛮西湖之地 要繁华安全许多 虽说北齐南庆之间素来不和 但是和平协议之后 两国目前正在度过蜜月期 关系极好 范贤看着柳氏 望着自己的求情目光 知道他在想什么 安慰说道 您放心 我在北齐朋友多 会把他照顾好的 月儿从秋树的那头冒了得一小尖过来 比起范府通亮的灯火 要显得暗淡许多 园子里被痛打了一顿的范流两家子职 被尚书项羽旁的地方 来得马车接走了 那些范氏的亲戚们 看到自己儿子的惨像 心中自然疼痛 望向范宅的目光 也显得多了几分仇恨 但碍于范家爷俩熏天的权势 也没有人敢口出脏话 在书房之中 范贤正老实地站在父亲的身旁 为他吊着果浆子 今夜柳氏 守在范思哲的床边 一步都没有离开 范尚书每一夜必喝的果浆 也只好由范贤亲自调味了 和父亲提过的那三个人 已经送去了京都府 他提到的这三个人 都是抱月楼里犯了命案的家伙 他看了父亲一眼 略有忧色说道 京都府是老二的人 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 咱们真的敢往京都府里送 不过那三个人手上有命案 等于是要拿思哲的重要人物 估计夜里就会被老二的人接走 范贤笑了笑 说道 不要忙我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不小心 我会处理干净 范贤也笑了起来 这次他终于动用了陈萍萍 赋予自己的全部力量 出动了六处的刺客 他们本就犯了死罪 只是 估计族内会有反弹 这件事情 需要父亲出面 范贤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京都名门大族 对自己族中子弟下手的官员 从来没有过 他摇摇头说道 有什么好出面的 人我们是 送到了京都府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范贤听的那叫一个佩服 想了想后 又说道 思哲 晚上就动身 我让严冰云处理这件事情 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范贤点了点头 我和北齐人没有什么关系 当年杀他们杀得太凶 你有把握没有 范贤迎着父亲投注过来的目光 知道他是在担心思哲的安全问题 郑重地点了点头 王启年现在在上京 而且 我和海棠 北齐皇帝关系不错 思哲在上京待着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范贤叹了一口气 踪角的白霜 今夜显得格外的显眼 你以往对我说 思哲是有才干的 不见得一定要走读书入室这条道路 我听你的 只是想不到 这孩子竟然比你我想象的还要激进 14岁就开始做这种事情 我14岁的时候 在做什么 还在城王府里 给当时的柿子 如今的陛下当半读 成天就想着怎么玩 范贤苦笑道 一桂平养的那位老三 才真是厉害 8岁当妓院老板 这事要是传了出去 既在日后的庆史类拜钞之上 真真要流芳千古了 一桂平那里 我会去说 范贤摇了摇头 思哲虽有才干 但还是太虚浮了 一味走阴狠路线 总不是个长久之计 这次趁机会 让他出去走走 见见世面 一是略施惩罚 二来也希望他能成气一些 范贤叹息一声说道 我也有问题 你不要自责 范贤摆了摆手 让他坐了下来 出事的时候 你又不在京都 只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我提议将思哲送往北齐 你很放心的模样 要知道 北齐毕竟对亲人不善 范贤没有说出 他与海棠 那位年轻皇帝的无字协议 但也解释了 一下自己的想法 微笑着说道 信仰方面 一直通过崔家 再往北齐走私 如今沈中死了 他们的线路 一直有些问题 我想思哲 如果后几年 能在北边锻炼出来 也许有机会 接手崔家的生意 毕竟他喜欢这个 既然要做生意 我想安排一个 大点的生意给他做 范贤笑了笑 看着儿子 欣慰地笑了笑 范贤如今的心思 已算缜密 比起自己 与陈萍萍这代人来说 只是少了一丝狠辣而已 你准备什么时候 动崔家 见父亲轻易地 点出自己的计划 范贤没有一丝不安 笑着说道 总还是接手 内裤之后的事情 大约在明年三四月份 范贤点了点头 忽然阴沉着脸说道 不要给他们 任何反弹的机会 这是范贤第一次看见 父亲这张 中正纯和的面容上 露出铁血的一面 心头凛然一惊 沉生英事 范贤继寒声说道 这件事情 你处理得不错 暂时地忍让 可以换取反应的时间 等死者走后 你想怎么做就做吧 不要来问我的意见 只是有个人 圆梦 是叫这个名字吧 范贤忽然说道 形势泼辣 风格阴狠 过些日子 等这件事情淡了 你把它处理掉 算是了结那几桩案子 范贤悚然一惊 不知道父亲痛下杀手 是为了给范死者出气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范贤接下来的话 暴露了这位上书大人 最深层的人文主义素养 与隐藏已久的不爱精神 只听了他含烈说道 为父当年 长居刘金河 向来吸花 最厌恶的 就是辣手催花之人 更何况 这个叫圆梦的 本身还是为楼中女子 居然舍得 对同道理的柔弱女子下手 这种人 我是断断容不得 他在这世上的 范贤恍然大悟 想起晋王时常调笑的事情 才记起来 父亲当初乃是 为以青楼为家的花间交客 那些风流运势 直到现在 还流传在京都之中 看来暗宗里那几名妓女的惨死之状 乃是处着他的敏感处 难怪他会如此容不得圆梦 他借机说道 圆梦是红成的人 您看 红成与妹妹的婚事 是不是 没等他说完 范贤摇了摇头 红成这孩子本性不错 再看两天 毕竟是陛下指婚 要慎重一些 范贤有些失望 更有些愤怒于 父亲不将弱弱幸福 放在心上的态度 心想难道 弱弱还急不上青楼里的女子 他心里拿定主意 这件事情就算没有父亲的帮助 自己也要做下去 离开书房 又入书房 书房中的三人见他进来 都起身相迎 石产利帝国末迹已干的文书 说道 这是报月楼那七成股份的转让协议 大人过目一下 待会儿让二少爷签了就成 木铁接着说道 京都府那边一直盯着的 据盯子传回来的信 京都府对于咱们送过去的几名命案要饭 感到大为棘手 后来二殿下那边一位知客 去了京都府尹的府上 商讨了些什么 还不得而知 范贤点了点头 说道 无所谓 反正我们这几天不会动手 木铁周梅说道 如果对方误判行事 以为我们要鱼死网破 让京都府发文 来捉二少爷怎么办 范贤望着一直沉默着的严冰云 摇了摇头 有这位四处的大老板在这儿 范思哲往北边一送 谁还能找到他